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请听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 漂亮宝贝 陈怡 小军姐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怡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小军姐好 各位收看我们民意交响曲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炳君好 第三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暖暖最用心林敏勋 敏勋好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三位一座在这一次疫情期间 都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来关怀我们的民众 补足了市政 没办法不跟上民众 这个疫情发生的一些缺失 那我们要先请教陈怡一座 就是在这一段政策不断 在变动滚动的时候 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做为民众跟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其实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像居家隔离单或者是物资发放的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防疫包 由里长跟里干石来发送 就是各个住户 其实他们的人力是有限的 那我就想说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是得不到防疫包的部分 我跟薄荷关怀协会 就是跟他们邀请 就是说我信义区这方面就是由我来发送 让这住户在家里不要这七天或者这十天 或者是没办法出门的期间 让他们有物资在家里上可以吃 然后也不用出门 所以可以看到陈怡一座 他其实花了很大的心思 在关怀住户上面 那当然跟那个不和协会合作 那每天都会大概赠送多少 关怀多少民众 我就负责信义区 信义区现在就是从十份到二十份都有 那就是一户一户的 就是带着物资到各个家门口 然后放了就 就跟他们打招呼后就离开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照片上都可以看到 是陈怡座 他在帮民众服务的一些过程 就一代一代的送到民众的家中 对 因为毕竟里长跟里干事 他们的人力有限 所以就是趁 就是现在他们拿不到这个防疫包 那就是送这些关怀包 让他们可以止饿 然后家中还有一些食物背着 是 那除了不止陈怡 其实我们的秉均跟敏讯 也是要带大家来看看 秉均他发起了一项 因为其实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民众很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快筛计 但是在快筛计很缺乏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 他让爱心互惠 一块来看看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 机动市立委员张炳君 效法台北市立委员苗伯雅的方式 推动中山快筛爱心互惠活动 也就是由张炳君先赠送一个快筛计 给因为居家隔离 无法外出的民众救急 等民众好了之后再回赠快筛计 继续帮助需要快筛计的民众 彼此互助 让爱循环 其实对快筛计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因为很多3加4的民众 第4000因为他们没有快筛计 不把外出 我们会将我手上的快筛计 只要你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然后到我的张炳君服务处 我们的服务专线是24367909 或者是到我的粉丝专页张炳君最认真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我们会帮手上这具快筛计送到你们加州 当你解除隔离之后 你可以再去买一剂的快筛计归还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爱的循环 来去帮助到更多有需要帮忙的人 半个月来张炳君结合 机动市热火人生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景黄 不断募集含快筛计计的生活 以及防疫物资 亲自送到民众家门口 协助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发现居家隔离民众对于快筛计的需求 随着疫情不断升温也越来越大 因此推出这个活动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快筛计的民众度过难关 我们看到秉均他做了这一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快筛计可以互惠 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就提供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有能力了 你好了你再回馈 那当中也发生很感人的事情 我们要来请教秉均 那其实应该是说 因为最近整个台湾疫情的影响 那尤其是我们基隆的确诊人数 是不断的升高 到今天统计为止 大概平均基隆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确诊 那被确诊的时候 有分确诊者跟居家隔离者 那往往这一些确诊者居家隔离者 都会被匡列在家里无法外出 所以对于民众 对于一些民生物资的需求 尤其是快筛计的需求 其实他的需求量是相当相当的大 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接用的确诊人数太过多 那变得说你只要依赖着民政系统 靠里长或者是里干事 来去协议发放这些爱心物资 其实速度是远远不够快 那有些人可能都已经到五天六天七天 他才能拿到这些 不管是快筛计也好 或者是一些民生物资也好 所以秉均这边 其实当时有看到很多民众 在反映这个问题 所以那时候也结合了 我们热活人生发展协会 张景王理事长 那我们也去募集了100次的快筛 以及还有一些民生物资 包含里面可能有白米 有面条 有口罩 有矿泉水 甚至有罐头条理包 还有一些新鲜的青菜等等 然后我们有在发放给 我们所有需要的民众 当然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 大概准备是120到150份 但是其实因为民众需求太过大 所以变得说 他在这个索取的速度上 其实相当相当的快 很快速的大概100多份 就被瞬间就被人家索取完毕 那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又大概准备200到300份的民生物资 可是尤其是在快筛季这一部分 其实它是民众最需求的 尤其前阵子快筛之乱 每个人在那边排队 少说三四个小时以上 那后来因为我们就想到说 因为毕竟快筛它的物资 它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到 因为我们刚好看到台北市苗博亚议员 它有发起了一个快筛互助爱循环的活动 它是如果你要是因为你比如说 当然现在已经改成0加7了 当然之前你如果可能是3加4的民众 第四天你要外出你需要快筛 或者是有一些突然要去上班或者是上课 因为之前被居隔或者是确诊 他要回去的时候 学校或者是公司都会要求你一定要做快筛 阴性才能回去 甚至有一些民众他是有身上有症状 比如说我喉咙痛我发烧 但是他怕出去排快筛的时候 会传染给其他 跟着他一起排队民众 所以他们会担心 他们突然没有拿到快筛剂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秉均这边其实也就发起了中山互助快筛的活动 那只要你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地址 我们会在指定的时间内 亲自送到你家的门外 然后到时候等我们离开之后 你再出来拿 当然因为我们刚好说的快筛资源有限 所以这为什么叫互助呢 这是一个爱循环的道理 我们希望借给你 等到你哪一天解除隔离之后 你可以再买快筛剂还给我们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爱的循环 来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像刚刚我有跟小萱姐在聊到 我们有借了一个民众 那时候他们家是临时急需2个快筛 对 后来等到他们解除隔离之后 他就一次带了12支还是15支的快筛 我有点忘了 他也是说除了这两支还给你以外 另外这10支也是捐选给你 希望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其实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虽然大家也人心惶惶的 但是其实也可以看到爱的循环的一面 也是有很多社会大众 会愿意来去帮助到这些 因为确诊无法外出 然后造成他们民生有些问题 或者是快筛去不足 那大家都很愿意来去共同响念这个活动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本来我们一开始只准备了100份 那后来也是因为很多民众 看到我们有发起这个活动 他开始不断不断的 可能有寄白米也好 有寄官庙面也好 有寄罐头也好 甚至卫生纸等等 他们都是主动跟我这边做联系 那他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 更多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 所有这些善心人士的好意 他们捐赠的这些的民生物资 把它集结在一起之后 发放给所有需要的 包括刚刚的陈宜议员 那包含秉均 甚至待会我们暖暖最用心 我们敏薰议员 其实在各区都有在办这个 民生物资的关怀活动 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 我们这方面的帮忙 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三位议员 来去寻求 我们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 来去帮助你们 是 那刚才说到敏薰 他的食物银行 他的关怀送物资 其实有可能让人家很感动 我们一块来看看 亲自拿着白米罐头等生活物资 走上楼梯 紧急送到被匡列居家隔离者 甚至是轻证确诊民众家门口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不少被匡列居家隔离 甚至是轻证确诊居家照护的民众 在采买民生物资方面 遇上不能够出家门的问题 机动市议员林敏薰所属的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 特地结合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执行长邱梅萍 准备了上百份生活物资 亲自送到暖暖区被匡列 无法出门的民众家门口 协助解决燃眉之急 本土圈的人数也不断的攀升 那还有被匡列的这些居隔者也越来越多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 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 以及我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这边有准备了这个防疫的生活物资包 那希望可以送到这些 可能因为被匡列隔离 但是又没办法出去采买这些家户 那他们生活 可能物资上会出现了一次 贵乏跟缺乏情况 那我们食物银行这边 会把物资送过去 那也是感谢我们地内社区可以长期一起来跟我们做配合 那我们就是 地内社区这边也准备了很多物资 那准备要来发送给我们这些家户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 或者是我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邱子经长的手机 然后我跟我们留下我们联络资讯 那我们都会尽快 把这些防疫的物资生活带送到你们家门口 然后让你来做这个生活上的物资的一些补充 对我们这个物资里面有一些罐头 有一些爱心面 平安饼 然后又有一些白米 还有我们的洗髮精 牛奶这些泡面这些 希望就是我们确诊或隔离的民众 如果需要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那也希望他们在收到我们的爱心物资 也可以赶快恢复他们的健康 可以看到敏萱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 在投资分送物资这一块 那当然他们长期以来都一直在做这件的事情 我们要请教敏萱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疫情期间 他以明代身份做了哪些努力 电子那原本是从那个暖暖卫生所这边来做 就是医院通报 然后让卫福部再转给卫生所 卫生系统再去通报加户 然后请派出所这边来做疫调 那之后就是又改成是说 直接现在目前你收到就是直接简讯 回传给 才自主通报 回传给卫福部 卫部又会发这个电子矩隔给你 但是会目前会遇到很多时他电子矩隔一直拿不到 或是说电子确诊书也拿不到 那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解除隔离 然后又如果你不小心离开了 又会收到一个简讯说 那我现在你已经在离开家里范围 你赶快回家 不然你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去做开发 所以其实民众 其实简讯那太多 然后资讯也太多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他一开始可能没办法忙的消化 那包含我们民意代表也是 其实我们都是在每一天 都是很关注这个中央指揮中心的记者会 然后跟他发布的每一项的这个政策的更改 那包含从原本确诊的10加7改成7加7 那现在的居格从原本的3加4 再改成0加7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做了解 那这个因为这个政策部分其实是中央底定 然后我们地方其实也没有办法来多做协助什么 或者说更改什么 毕竟我们不是这个医疗的专业 然后那整个形式的评估其实都还是有 从中央这边来做订定 那我们民旦能够做什么 我们民旦能够做的就是 呃 协助我们的确诊家庭的民众 在第一时间 他不要有这个物资上面的缺乏 那包含刚才我的好同事 陈怡跟我们中山区的张秉均议员 其实都有提到 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说 协助这个家户 如果你是全家确诊 因为很多次他确诊之后 全家都被区隔 那接耳 因为这个这次的病毒真的是太恐怖了 基本上你只要同住 基本上就马上你的居隔者都会 马上就是快晒 阴转阳 然后就是接连都一直确诊下去 那那个在不管是在居隔 或是说在确诊当下 你是都不可以出门的情况 那如果你周边又没有亲朋好友 可以协助你来送 那包含有很多 其实朋友也不敢送 就是说打承家拎到确诊 叫你帮他送一下 送一下物资 他其实也不敢 那那个如果都没有人可以协助 那个分送这个物资的话 其实他们会当下会面对到 面临到说 因为我现在家中食物已经快 快要短缺了 没有东西可以来做使用 那马上就会有一个状况的发生 那所以说这边我们就是跟 我的食物银行 最用心信服食物银行 那跟我们DNA社区来做一个结合 那包含有很多的这个爱心会 还是说公庙的这个爱心团体的系统 其实我们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说 希望说我们不管是透过 我个人的脸书的平台 我的私讯 或是说各个公部门的资讯 或是里长 甚至里长我们都会一起 邀请他们来做加入 只要你知道说这些家户 或是说社区的主委 你只要知道说 你们这个家户有需求 马上跟我们讲 我们都会派我们的志工 或者是说各个 植物冰箱的据点的志工们 或是说其他 能够透过能够愿意帮忙的人士 我们都会赶快把这些物资 送到你们家里去 那因为其实确诊者 他其实还是可以有 透过那个居家服务的那个频道 的那个QR Code 其实你点进去之后 你还是可以申请这个市府的 这个防疫物资包 那里面会有 如果你家中有聚割者 他还会附上快塞 那只是说这个防疫的这个包 他必须是从卫生局的卫生系统 转移到这个民政处的驱证系统 来请理干事 或是说那个里长 这边来协助来发送 但是他可能在这个交接的时间上 会两三天其实都是蛮正常的 所以说有些人会 马上就是我现在不够吃 还等你两三天 可能就没办法 所以他们会第一时间 跟我们服务处这边来做 我们食物银行跟服务处来做反应 那我们都会尽量在一天以内 马上把这些物资 送到他们的家户去 那包含我们也 现在也开始有做这个 呃代送快塞 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聚割者 那卫生所这边会开立 你只要有电子聚割书的 他都会开立这个快塞给你 那因为卫生所能力有限 平常就已经就在忙这个 整个疫情的关的东西 那还要卫生所人员或志工 还要去送快塞 其实他们是真的是送不出来 那我们有协助来做这个 代送快塞的这个服务 那包含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说视讯看诊 或是说你 其实很多 现在其实也很多 我们还要代送药品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民众是 他在家里怎么验 都是验快塞因 可是其他的 其他家人都是已经是阳性 PCR阳性的 或是说快塞痒了 可是他自己快塞因 他又没办法去做PCR 同时现在不准那个快塞因的去做PCR 那其他已经头痛不舒服了 他还非常需要这个止痛药 或者是说普拿疼 或者是说一些退烧药 那你跟我们讲 我们也都会帮你代买代送 然后包含如果你视讯看诊 我们都会就去帮你把药 拿到之后包含快塞 包含生活的物资 我们会一并装成一袋 然后送到家里面去 那看你需求什么 我们就送什么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不只就是说 刚才是整个暖染区的部分 那包含成一员 包含秉均一员 那其实我们目前 我们食物银行 还有一个系统叫做食物冰箱 那我们食物冰箱 其实每个据点 在基隆市的各行政区 七个区里面都已经有据点了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食物冰箱的据点 的志工们 然后去了解之后 然后可能请各区就去做 来到我们那里去这边来拿物资 然后就开始发送到各区里面去 那其实我们现在接下来在做的动作 其实我们跟秉均跟陈一 跟其他我们各个议会的同事 其实我们大概都在做串联 就是说未来以后 因为现在疫情是整个基隆市 而不是哪一区的事情而已 是整个基隆市都非常严重 那比如说我这边有接受到中山区的陈秦 或接受到信息区的陈秦 我就会pass给秉均 pass给陈一 然后让他们去协助说 因为救进还是比较快 然后那个原水救不了静活 所以说还是会救进他们 直接可以给予服务上更实际更快速更方便的服务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做整个串联的部分 就是希望说每个区域起来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防疫基隆队 不分党派不分你我 只分说你到底是哪一个区域 可以最快送到物资的那个人 我们赶紧联络到那个人 然后让物资可以赶紧送到你们家 那这个疫情现在目前看起来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又不断的攀升 那可能还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段疫情期间 只要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都有互相的来做串結 都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会以最快速度 你真的有任何的需求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 我们都会来服务 是 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体防疫团队 让人很感动 也很温暖 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地方的力量 来帮助所有的民众 那一样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一样很温暖的 就是我们的地方创生 一块来看看彩虹屋 2 2 3 4 社区巷弄内 居民蓬勃朝气 大家一起跳健康操 墙面上五彩缤纷颜色 让游客仿佛置身在台中的彩虹村 但其实这是在北台湾的基隆 特别喜欢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蓝天白鱼 巷弄脱胎换骨的经验 就连其他里的里长都来观摩 霸占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这里也是可以让我们 每个里的里长可以来观摩 像我们里楼也是要来这边的 这里是基隆市西医区 烧坑125项 因为基隆多余潮湿 加上之前没有整理维护 原本巷子里是一片老旧斑驳 换案的景象 不过附近的教会 有一名教友高牡丹 他是重要的推手 我就用颜色就像画画一样 只不过我把画画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放在石头上 那边有很多的熊宝宝还有站牌 我甚至把站牌上坑口都画起来了 所以也会勾起人家的回忆 所以去年11月我就开始到现在 应该就是六个月了 所以我相信我还是继续会才会 教会的一个念头 改变了社区的面貌 就用正比云港跟这条三号坑 125项都是成功的案例 中正区有正比云港 我们信义区也有三号坑入一二五项 那这边呢过去其实是很灰暗的一个 很旧的社区 那现在透过我们好多的师姐们 还有师兄还有老师 把整个社区都美化了 那现在因为也是疫情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都在家其实还蛮忧郁的 那把这些废物再次的利用呢 把它再彩色化 让我们就是更加的美化社区 然后也是废物利用 也是一个很好很棒的活动 真的耶就是散发这样满满的温暖 看到地方老旧社区的再生力量 我们要请教陈怡 其实这个故事很感人 就是原先呢我看到这个 深奥坑入一二五项 是我一个朋友他经过那边 然后他那边打卡 然后之后呢当天的傍晚 我就带我的女儿 然后去那边走 然后后来当时也是就是在疫情期间嘛 然后后来我发现 怎么这个地方呢就是都没有人 然后已经坐得这么漂亮 怎么会没有人 后来我就把那个我女儿的那个口罩拿下来 然后他就开始这边跑跑跑 他以为是另外一所幼儿园 因为那个彩色很缤纷嘛 然后后来一问之下 我说这里到底是谁负责的 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用得这么漂亮 然后后来是诸呼说 这边有一个教会的有一个高老师 他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他就自己买了一些色彩 跟一些彩色的一些原料 开始从一颗一颗的石头 开始慢慢化慢慢化 然后后来因为他那边的房子都是很老旧的 然后也是教会的 后来他们的那些弟兄跟姐妹们就加入了这个高老师的这个彩绘 在每个周末的时候 他们就把一块一块的砖头把它画成就是很缤纷的颜色 然后把整个社区都重新再美化过 那也就是我去那边打卡了之后 后来现在那个深奥坑路一二五项变得又更活弱了 然后大家都因为有很多的那个网美的墙 还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公车站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打卡 然后从此那个社区呢 现在就很活弱 对 真的就是赋予老旧社区新生命 就虽然他是老旧的 但是你给他一点新的色彩跟亮丽 但你都要去发想 都要去找出他的亮点 总是会让人家看见不一样 这也就是很温暖的力量 而说到这个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交通硬体设备 丙君他在今年初对不对 成功的争取到1813D的中山快捷公车开通了 在这一段交通的争取过程当中 我们来听听看他到底做了哪些努力 那其实我们中山区1813D中山快捷公车 其实这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还蛮骄傲的一个交通的福祉 因为其实我最早是在台北上班 我那时候在华硕 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作为一个通勤组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我要从我家到我们街用火车站 那以前街用火车站 不像现在他有规划停车场 以前的街用火车站是机车都乱停 然后还有就是街用长期下雨的问题 那我从我家到火车站 其实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 那往往我们在骑车过去的时候 大概基本上鞋子裤子都会死掉 然后再加上车子乱停 停车也是相当的麻烦 那当时我就一直希望 如果哪一天我要是成为民意代表 我一定要想办法来去争取这个交通的路线 我希望未来可以从我们家附近的公车后车亭 直接搭乘一班我们的公车 大众交通工具 直接可以让我到达我们台北市火车站 然后再去转相关捷印也好 或其他的科印也好 可以到达我任何想要到的地点 那后来其实当刚选上议员之后 其实因为刚开始我们就是 目前有四条快捷公车 那他都没有办法直接到达台北市火车站 因为其实交通的交通运输已经饱和了 所有新的路线都只能把往 台北市周遭的转运站去旁边去推 那后来那包含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的快捷公车其实是到南港 当然这一个不是说不好啦 只是说对于一个交通组 通信组来讲 其实假设如果我现在从我家 要做快捷公车到南港 可能经过细止这一段 他可能就会大塞车 尤其上班的时候 那我可能从基隆到南港 我就需要大概一个多小时时间 我下车之后 我还要再做捷印到台北市火车站 少说也要半个小时 往往其实这个并没有办法 解决掉我们真正通清楚的问题 然后其实对我们整个中山区的发展 其实也没有到很大 当然一开始是先求有 所以一开始秉均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也是积极在推动中山到南港 但是后来因为其实当时 我就直接去跑 找那个国关科运的董事长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到说 因为其实我们中山区 那时候有一条一八一三滴 但是他其实只是针对上班族 一天三个班次 然后只有去没有回来 那时候其实我研究了很多交通的规则 后来才知道其实 这是旧有的路线 我们可以赋予他新的神秘 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新的路线 然后把他班次变多 变成有来有灰 那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 跟国关在那边沟通 后来也得到国关的同意之下 我们也跑去了台北交通处 包含公路总局 包含我们街中市交通处等等 那我们也都沟通了很久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总算顺利争取到这个班次 那他现在一天是有48个班次 从早上大概从6点到晚上10点 平均一个小时一班 那电风时刻他的间距会比较短 比如说6点 6点20 6点40 7点 类似这样子 那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班次最好的地方 他就是在于说 他除了可以解决掉我们通勤组上班 下班的问题以外 其实因为他有横跨我们整个 将近70%的中山区 那他下车的地点 其实包含到我们的市府转运站 经过中校东路 也经过了松山文创 然后也经过直接到台北火车站 我们说这个班次不再是为了只是交通 上班族再去争取的 而是他让我们把中山区 跟我们台北市 做一个有效的连结跟串联 我除了上下班以外 我今天下午没事 我可以跟一些大哥大姐们 我们可以坐着快捷公车 直接到台北市那边去喝喝下午茶 对 看看电影 因为也会经过新一区嘛 甚至在一些周年庆的时候 很多的大姐最喜欢的周年庆时间 他也可以直接从中山区 搭乘这班的快捷公车 直接下 因为他有到中校灯化 中校复兴等 下车对面就是收购 就是百货公司 所以其实他除了 让我们上班族可以搭乘以外 他也让我们生活上变得更便利 你跟台北市就是搭起了 就很良好的桥梁 我们搭着这班快捷公车 我们可以直接到台北市的市中心 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再从台北市直接搭乘 他可以直接让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的后车艇下车 那其实他也是会造 除了说我们所有的交通便利以外 我相信未来也可以带动我们中山区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因为他除 他也可以吸引到很多外线市人愿意搭乘快捷公车 来到我们中山区 因为像我们中山区有很多海产大街 海产餐厅 然后有弯木山 有白米红炮台 有先动员 佛首动等等 未来大家都可以搭乘这般的快捷公车 来到我们中山区 他也可以借机带动我们所有后车站周边的一些商家的商业商机 然后也带动我们一些就业机会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中山区要发展 其实交通建设是占了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因素 那也 当然我们也是感谢不管是我们的国关科运这边 甚至包含我们以前交通处的李刚处长 那也包含我们牛河昌市长 还有我们蔡司令委 其实在这部分也帮了很多很多的忙 那这班次也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顺利开通 包含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考虑到像 因为他没有经过大干领 我们的合庆礼跟中和礼 所以我们也在紧急的在开通之前 又再多增设了一个大干领一的后车站 那包含秉均也在立即在争取到的时候 也在拿自己的建议款去盖一个检疫室的后车亭 然后这也可以同时照顾到我们大干领的居民 在那边等车也不用再怕风吹雨淋 那这班目前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是广受很多的好评 那我们也是很感谢很多的民意代表 之前比较没有在关心的 瞬间大家都在关心这一条 也在帮忙的宣传这一条 那这一条的现在快捷公车搭乘的人数 相当相当的多 相当相当的踊跃 那未来的话其实我这边还是会再持续来去 跟我们国光客运这边去讨论 在某些的时段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班次 因为比如说他是7点40 下一班就到9点 他这个将近一个多小时时间 他是没有的 可是有一些在台北上班的服务业 在百货公司上班的时候 这段时间他们就没有车搭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大概两到三个月 我们都会跟国光去统计一下 在针对某些时段的班次 我们会来去再做一些的沟通跟增加 然后可以造就我们更多中山区的机民 享受到这个交通的权益 是 真的就是以大台北生活圈的概念 来打造这一台快捷空车 那当然班次的部分还会再进行调整 也是轮式的在修动 说到这一个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暖暖区 我们的民意 因为他是争取暖暖区 各主要道路基础设施 就是全面深洁 我们来听 是 那因为其实这个道路是跟我们民众息息相关 每天出门 不管你是像刚才秉均说的做客运 还是你自行开车 骑摩托车 你都必须要经过这个道路 那这个道路是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我们暖暖区 主要各地的主要道路 现在都面临的这个 目前有在一些工程的进行 那包含我们最主要的这条 衔接基辅公路的这条东四街 那我们暖暖街我们八渡路 过港路 远远路基 就是这所有的这五条比较重要的道路 其实都相关的工程都一直有在进行 那包含这个原本在今年二月 其实就应该要完工的这个东四街 那因为台电电感一直下地的工程 一直有遇到一些状况跟问题 所以说现在都还在正在处理当中 那很多民众其实就会觉得 包含因为之后 我们现在目前是整个主要道路都要做这个 比照示范道路的这个道路品质来做订定 那那个所以说很多以前旧有的管线 以前台水的 新隆瓦斯的 中华电信的 然后那个等等台电公司的这个管线等等 那现在都在做从同一个整个共同管钩来做一个整理 那所以说会有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这一段明明就前一阵子刚挖 这一段又挖 然后之后过梅都有又挖 然后甚至还被人家所有的民众笑说 我们暖暖区域的地下是不是有黄金 然后大家一直挖一直挖 那甚至有人会说 对啊他们就是没有油水啊 所以他一直挖路来做这个挖掘动作 那这边也必须要跟那个 我们各位的民众朋友好朋友来说 自己的状况其实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因为我们目前这五条道路 其实在市场的施政报告里面 其实都有完整的提出来说 都已经争取到中央已经建署了经费 那包含其成 然后我们自己市府的字头款 其实都已经都编好 都已经准备要陆续下去进行了 那有许 这样东西今天应该早该二月完成 那因为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原因 目前现在在等台电的这个电感下地 然后电感移 感线下地 然后电感移除 那未来这一段 会是第一段先做好的最漂亮 最舒适 那包含人行道串街的这个工程 会完成 那预计会在七月 那明年开始会开始 今年年底会开始 左手于过港路跟渊远路 然后之后的这个 暖暖街目前的现况是稍微还好一点 那之后会再来是八堵路的部分 会来做整个道路 路段的这个 那个来做一个修复 跟整个品质的做一个提升 那也不只是把路面铺好而已 因为整个道路环境品质 用路环境品质的提升 其实不只是我们车子经过的这个道路 其实人行的环境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这几条道路里面 也都已经有加入这个 人本环境空间的一个改善计划在里面 然后之后就会把整个人行步道 把它做串接 那因为这几条道路上其实有很多道路是 它是人行道是没有串联的 就是有一段没一段 有一段没一段 那甚至有些 有的人行道都已经破损不堪 都已经不利于行 比如说我们过港路 你可以去看两侧的人行道 是破破爛爛爛 已经破碎不堪 其实根本走在上面是非常危险 大部分民众都还是走到马路中间 那包含我一直在争取的这个 东世界二十六项到正中二号橋前面 暖暖圣光堂前面的这个人行空间 也是一直还在跟台电一直协调 我们光那个地方 光办会堪 我自己办 找立委办就已经办过了五次 因为那个中央台电必须要立委这边来做协助 我们办了五次会堪 然后在那个蔡司英立法委那边的办公室协调两三次 到现在都还在做最后的确认当中 那因为暖暖圣光堂站前面是 真的是很多通勤通学族必须要等车的地方 那很多长辈啦 或是轮椅族或是妈妈推的那个 那个娃娃车的 其实都被迫要走到那个马路上来 其实相当的危险 所以说我觉得道路这边是 我们现在目前着重最关心最关心的这个 整个道路跟人形环境 跟这个整个感线地下化 感线地下化之后电感移除 那让我们整个天空的天气线也都会变得比较漂亮 然后整体整体在用路的环境上会非常非常的舒适 那未来跟各位好朋友报告就是说这五条的道路 就是巴督路过港路 东四街暖暖街跟越远路 这五条道路都会获得在未来这一两年之内 全部都会完成改善 那这个各个各个管线把它集中都整整备好之后 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什么两年之后就不会再 两年之内不会再有这个挖掘的动作出来 除非是紧急的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正在做这个整个 整个道路地下的这个工程的管线的这个做退整 那之后相信这个骑程到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说我们的马路其实是非常的平整 那刚才还有提到说就是像秉均 刚才有说他1018D的这个客运的路线 那其实我们在乱远区持组我们的1088快捷公车 1061-1061A这个瑞芳到这个松山到这个中校复兴这条线 其实也是这个客运其实也是被民众通勤组罵翻 然后就是说第一个搭不到车 然后无故脱搬 然后每次就是等老半天突然车子就不见了 那不见打去客运业者那边问说 不是司机临时请假啦就是什么什么车子突然抛马坏掉啦 那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是理由啦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需求就是这么多 那现在其实我们正在已经初步在做讨论 那因为这个是属于有一个还没有还没有确实就是还没有定案的方 所以我们不方便在节目上先提前透露 也怕说一讲出来这个这个局就破掉了 所以说目前已经正在整备当中 那在七月以前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不敢说是完美 但是大部分我觉得都应该会觉得称赞的一个新的这个营运的方式 跟新的这个乘车的改变 整个系统会做一个大的改变 那希望说就是到时候可以得到我们民众 尤其是通勤组的这些民众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也都是通勤组跟民俊一样 其实我们都是在台北上班很仰赖这个客运 因为真的到火车站去停车 第一个时间拖到 第二个停车不变 第三个搭火车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觉得在家门口可以有公车搭是最好 有客运搭是最好 所以说这个目前的1088 我们的1061 1061A 在两个月之内会有新的一个 转成的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出现 那也请民众就是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因为这个良好的这个乘车系统是 敏兴那时候当时2018年参选很重要的政见之一 我们会希望在这一届二零二年的之前 就把它做完成 是 乘车系统真的很重要 因为关乎于民众的方便性 以及前后那种去的地方 那当然在我们基隆市区有一个我们的东岸 我们的循环站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陈宜 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是的 原先呢 我是在信一路跟义九路口有一个小站 他其实是在我信一区 那他就只有一根公车站牌而已 然后后来也是附近的居民反映说 其实一个公车站牌 没有一个椅子坐 然后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 其实很不像一个公车站牌 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争取了一个信一路跟义九路口的公车亭 那那边不是只是一个站 一根站牌 后来他就变成一个遮蔽物 然后又有椅子可以坐 这些对我们这些长辈呢 其实是很需要的 因为他们要去买菜 他必须要先休息一下 他们才能再 才能继续再走 那也是因此这样呢 我看到我们的东岸商场 他那里是我们基隆市的巡回站 很多公车都在那边停 各个区域 不管是中山区 暖暖区 各个区域都在那边等 后来我们基隆常下雨 当时我的构想就是把东岸商场的屋顶 沿用一直跟我们基隆市的巡回 循环站的屋顶是连接的 后来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小议员 所以那个能力有限 所以就是只能太久换新 我们现在所看到民众所做到的公车 公车站牌 那个新的就是我争取的 其实我当时的构想是要连接一块 但是现在中间还是会下雨 就是宝雅跟那个7-11前面 现在下雨天还是会淋到雨 但是已经是了最大的努力 是 很感动 因为那边等车的民众真的很多 那主要就是让民众可以等车很舒服 不用再那样风吹雨淋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乘车环境 这是大家最希望的目标 那这些还要带大家来看 除了这样的地方的基础设施 还有我们的秉均 那它在中和路及西定路 争取到这个自来水的太旧换新工程 那一段路我们要请教秉均 原本是怎么样 后来又变怎样呢 那其实我们在讲的是说 我们中山区它是算是一个 比较坦白说 在七个区中 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区域 那建设其实也相当比较不足 那其实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包含中和路或西定路 他们在去年整年的时候 时常发生水管破裂 那水管然后像还有中和路 有时候在去年过年的 前年的过年时候 那刚好在初二的时候 发生了水管破裂 破裂之后连续停了四天 让整个大干營区域的民众 过年这四天完全没有水可以使用 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是整个民众 发生念念 然后包含其实秉均那边 那边也当时也待在 光是在我们中和路那边协助 自来水公司来修缮这个水管 大概基本上也待个两到三天 过年都没有办法跑去哪里 就是站在那边协助他们 那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水这部分 其实是赞成我们民生相当 相当重要的一环 因为没有干净的水或是停水 其实它是相当不方便的 你说停电了不起 我就不要用电 我还可以躺在那边好好休息 但没有水 你没有办法煮饭 你没有办法洗澡 其实是造成人 我们相当相当多的不便 所以当时的时候 其实秉均有发现到这一点 我们那时候就有 再请蔡司令立委 然后来去跟自来水公司 然后来去讨论 我们怎么样把整个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先针对综合路的部分 因为它时常水管破裂 那造成整个水 大家民众无法使用 我们那时候就在去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争取了一个很大的经费 针对我们综合路 整个自来水管太久唤醒 那也在今年的时候 也在完全全部都已经完工了 完工之后 未来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说 水管还会很容易破裂 造成我们生活上相当的不方便 没有水可以使用 那后来以这个为一个例子之后 我们再来开始去衍生 因为像去年光是西丁路水管破裂 大概有到四到五次 虽然秉均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然后立即通报摘水公司 然后来去协助修缮这一部分 但是我发现到这个东西是 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常态性 尤其我们金融的漏水率 有这么这么高 一直修一直修 那大家其实你在一次的 也一直一直的修缮 大家其实也对政府 会觉得没有信心 你是不是经费太多 还是有什么 就像刚刚敏迅说的 是不是底下有黄金 才会一直在挖 当然我们知道其实 所以我们那时候 其实立即就跟蔡世英立委 然后我们到资产水公司 来去跟他协调 那他最早其实西丁路整个水管太久换新 其实他这个工程是要上亿的经费 那资产水公司 其实一开始排定是在20... 现在是2022嘛 对 他是在2024年 才准备要做我们西丁路整个水管太久换新 那我们觉得说不能再让这个水不断的浪费 然后尤其造成民众这样子相当大的民怨 所以我们去年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自来水公司去做一个沟通 后来自来水公司也同意 把这个我们经费 我们这个计划沿到今年就开始实施 当然尤其西丁路是我们应该算是我们中山西 一个非常主要主要的道路 我们要通往市区都会经过这一段 所以后来我们也跟资产水公司协调 就是说因为他整段的路很长 我们先从整段西丁路这边旁边的巷弄的水管 先去把它做替换 等到整个这每一条的巷弄都换完之后 到时候我们再针对主干线一次把它截平 这样可以一来是可以避免到民众交通 因为你在修路有时候要封路 尤其上下班的时间 他其实有时候塞车民众会骂 再来就是说停水的问题 如果说你一次大的换范围去换的话 也可能要停一到两天 那民众无水可用他也没有人骂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跟他们沟通过 我们就今年的时间先让他们针对巷弄 西丁路整个所有 因为相当多的巷弄 大概有将近七八十条以上 那他每一条每一条的巷弄的水管 先换完新的之后 到时候再针对整个主干线一次换新的 那未来我们不管我们的西丁路的机密 因为西丁路其实横跨着我们中山区 大概六个里 那包含我们刚刚中和路 也横跨我们中山区三个里 其实这样子一次换完之后 能让我们这一边的将近中山区 占了七成以上人民 就再也不用担心停水 或者是无水可用 无水能用的可能性 对所以当然这个经费 其实也是要感谢我们蔡司令立委 因为自在水公司 毕竟他是属于中央单位 那秉均那边虽然有发掘到问题 我们也是透过蔡司令立委这边 来去寻求协助 那也感谢我们的自在水公司 我们李处长也相当愿意支持这个计划 那我们不管是中和路的自在水管 或者是像西丁路的自在水管 全部都在今年内都开始动工 然后也在制作 那包含其实也不止这部分 因为还有像高地供水的问题 那秉均其实在任内的时候 也协助了像我们美之国地区 或者是我们富都新城 喜事 甚至还有西丁路等等 我们有争取了高地供水的计划 那像美之国现在已经正在动工中了 那富都的话 今年的话应该在月底的时候 他会把钱缴到我们自在水公司 那也就开始 后续也会开始来去做高地供水的改善 那这部分的话 可以让我们中山区很多 因为常常没有水可用的民众 未来都可以拥有一个干净舒适 好的水的品质 然后来去饮用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那未来的话 我们也会再继续挖掘更多 有水管破旧的问题 或是有漏水的问题 然后来不断的协助民众 然后来去做最好的改善 是 真的就是高地供水的问题解决了 另外也把这个老旧的自在水管 太旧换新以来保障民众最需要的水 值的安全 而且水的稳定供应 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的基础设施 其实我们要来看看暖暖区 敏薰他在争取很多的地方基础设施 比如说是像在各校园的操场 儿童游戏场 还有一些运动公园等 这些就是让民众的休闲地方 修散的这个地方可以更完善 我们要请教敏薰来说 看就是哪些呢 是 那刚才我先承接那个炳君议员这边 我先刚才还有说到的这个自在水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这边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经验 来处理这个事情了 那也感谢炳君这边为了中山区 中和路跟西京路的朋友们 的住户来做这个努力 那我们这边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完成这个自来水 就是幸福华城社区 因为他每天漏的水量真的非常惊人跟可怕 漏了一二十年 那总算在去年已经把这个 幸福华城的自来水 完成这个泰湾管线的工程 把这个大事情把它终于是做好了 那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幸福华城 重新的铺路 那先前原本在三月底 就已经在四月底就要铺完了 但是因为遇到天后的影响 下雨天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有 冤花以下那段还没铺 那现在期程 我们也会赶紧来跟这个 施工的单位来做一个确认 赶紧把我们这一段 幸福华城的道路 把它全部来做铺设完成 那这个 这边有说到 就是敏昕这边其实非常关心 这个教育的议题 那尤其是这个软议题的设施 其实我们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说在我担任议员这四年以来 其实我争取了我们那里去各个校园的这些硬体的设施 那包含这个我们暖暖国小 这个百年的这个学校 那我们争取了这个 原本他那个操场是 是破旧不堪 然后每次办活动 一定会在那边滑倒 我自己本人就滑倒了两三次了 那你说像校园的那些小朋友在这边运动的时候 一定会跌得 就是跌得东倒西歪这样 那我们争取到在前年底的时候 我们争取到250万的这个经费 然后在这个今年来做执行 那已经全部都完工了 上面的会线也都会好了 那是一个相当漂亮 然后又新颖 然后重点是非常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不管是那样的国小的小朋友 还是国小妇幼的这些小小朋友 都可以在这个安全的这个操场上面 来做这个运动 跟来做这个上课 那是真的是很感谢 那我们教育处这边也一起来协助来支持 那再来是这个暖西国小 其实我们争取了这个 包含这个蔡司令法委的协助教育部来的经费 包含这个风雨篮球场 那以及我们这个海洋的染色广场 那美兴这边有投入一个全额350万元的 这一个儿童游戏场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 应该大家都有听过的这个卵司乐园 那它是一个结合这个海洋异象 然后来做跟周边这个海洋的操场 来做成整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儿童游戏的设施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环境可以来做游玩 那未来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一直建议教育处 要把这个以校园为核心 打造一个友善校园 那未来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开放出来 然后让这个 在不管是平常的傍晚晚上 或者是做六日的假日 把它开放出来 那风雨篮球场 儿童游戏场跟操场 可以提供我们这个 周边的这个民众 或是一些好朋友 都可以来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游玩 来做使用 而达到这个以校园为核心 然后融入这个社区的一个友善校园的环境 这是我们努力 目前在努力的目标跟方向 那再来是这个 一样也是地内国小 那包含他的 一样是风雨篮球场跟操场 其实都有争取到经费来做设置 现在也都是 风雨篮球场已经做好了 那操场部分 现在已经争取到经费 准备要来 来开始来 对外发包 开始来做 那明星这边 在今年也签了一笔 两百五十万元的这个经费 给我们 我自己的母校 地内国小 来完成这个图书馆 整个内部全部的更新 的这个更新整件工程 那未来这个图书馆会是一个 很新式很舒服 让我们的明星的小学弟小学妹 可以在这地方好好的图书 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书的环境 那我在今年的钱已经下去了 那希望说赶紧来完成 那预计会在今年的暑假以前 来做一个完工 那小朋友在新的学期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体验到 新的这个图书的一个空间 那再来是暖江国想 那其实 我们也都是投入经费 包含这个社区的多工人教室 那包含这个 我们采石镜跟VR 这个双部进行的这个高尔夫球教室 其实也是在明星这边 都有争取成功 争取到经费 那让因为高尔夫球 其实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觉得会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平常可能对高尔夫球 就是没有什么概念 那觉得高尔夫球 那都是有钱的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高尔夫球其实 是可以训练 那个手脚的协调 眼手脚的协调 那其实应该让我们的小朋友 都有机会去接触到 所以我们争取这个高尔夫球教室 那包含它有实际的实际的教师 跟那个接合这个VR的系统 会让你知道说 你的打的这个整个状况 都会让有所提升 那未来我们也成立这个高尔夫球队 然后来去跟整个全国来做一个比赛 那这个也是明星这边 有来做一个争取 那这个都是 比较属于硬体的部分 那未来整个软体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 其实都有很多经费来做一个建议 到这个各个学校里面去 那我们也希望说是 未来就是可以 持续来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一块 不管是软体硬体的这个设施 跟教学的这个整个环境 我们希望都可以把它来做一个提升 因为教育其实 投资在小朋友永远是对的 就是希望说 让这个小朋友 他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以前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个环境 那我们现在希望说 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未来我们的 我自己的小孩就已经在读小学了 就是说 让这些小朋友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跟教学的一个场域 可以来做上课 那我们会持续来努力 不管是 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 任何的交通啦 建设啦 然后小朋友的部分 我们全部都其实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一定会 以最用心的服务态度 最认真的服务态度 然后跟陈怡这边 一起来做就是 最认真最用心 来为大家来服务 来争取 对就是这样子温暖 很用心的在地方上耕耘 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亮点 那当然在信仪区 我们也看到 有改善了很多的体育场馆 我们要请教陈怡 像在东兴国小 成功国中 还有我们的育政公园 东兴国小是我的母校 那我以前在这边 在室内 用他们的体育馆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网球线 因为我本身是打网球 并没有这个网球线 那现在呢 就是陈怡就是争取我的母校 就是全部的线呢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乐乐棒球 或者是小朋友的足球 或者是篮球 把这个学校的这些体育运动 重新再规划 把他们的地板重新再更新 因为当时我在使用体育馆的时候 并不是这么的豪华 那就像一个水泥地一样 那现在有能力的就是让这些学弟学妹 就是回馈给母校 让这些学生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就是更加的舒适 那再来就是成功国中的防撞棉 成功国中他其实在假日的时候 是有开放给就是一般民众去施打 那一般民众去打篮球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那常常这个防撞海绵一撞一撞 就是会把他撞扁掉 对后来就会硬掉 其实并不是这么好的那个防护的作用 那因此我就想说 把这些的海绵全部再更新 因为毕竟我想说现在疫情也这么严重 只要你能运动你就去运动 所以我会花很多的心力跟心思 放在这个运动跟教育的上面 那我们金融市的体育场 就是现在也是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就是工程都延宕了 那很多市民朋友们就往体育场的上面 也就是我们的益政公园去那边做运动 去那边去遛狗 然后去那边做休闲慢跑 那那边其实地板用久了 包括我们现在金融市很常下雨 其实都会滑 所以我就争取了这个防滑的步道 让这些市民朋友去上厕所的时候 去那边走路的时候能够止滑 不会就是因为下雨天 然后去那边走路就因此而滑倒 就是让这些市民朋友在运动 运动场所方面更加的安全 是 就是要让民众鼓励大家一块来运动 所以在民众如果在运动安全上有过滤的话 那当然就不会愿意 所以陈怡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思 要让大家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空间跟环境 那剩下最后两分钟 我们要分别的请教我们的秉均跟敏勋了 看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再跟民众来说一下 敏勋先好 好 那刚才其实我在基础地方建设的时候 我没有提到 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那个运动公园 其实在去年争取到教育部的经费之后 其实做整体全部的包含这个操场包含这个整个基础设施 都有一些改善 那但是民众最关心的这个儿童游戏区 其实已经很久了大概快两年了 已经动公到现在已经两 二零一九年做到现在了 那其实他已经是做好的状态 那因为很多现在民众他 尤其是家长爸爸妈妈都会看到这东西都已经做好 然后就一直问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他们很想要带小朋友来玩 那但是其实在其实早在四月就已经整个全面完工 所以我当时才会在那个新闻上面说 预计四月来开放 可是那时候不知道会碰到疫情 然后所以现在疫情的期间 他目前是全部设施啊包含检验都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就是说等待这个疫情稍微趋缓 然后就会来把它做开放 那请我们那个所有想要在那个 那个想要开箱这个暖暖运动公园 儿童游戏场的朋友们再等等 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带小朋友去玩 所以说我们再等等等疫情稍微趋缓的时刻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开放 是就是大家期待能量运动公园 一块来更健康追求运动生活 秉均呢 那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疫情 其实还是相当的严峻啦 秉均这边服务处除了提供一些民生物资的发放以外 其实你有针对一些不管是快篩或是零料 或是有任何的区隔的问题 都欢迎你致电到秉均服务处这边 我们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 最认真的态度来去为大家服务 那同时其实秉均刚刚也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除了在防疫的物资有在发放以外 其实我们在场三位疫座 其实都有很认真的在为我们地方来去做服务 包含秉均也争取了 包括复兴路的电线杆的地下化或车艇的拓宽 甚至有我们万木山未来的发展 比如说海星平台 比如说贵市集 包含我们油槽的围墙的整个重新的彩绘等等 这些的基础建设我们都会陆续的到位 那我也相信只要我们继续用这种认真用心的态度 然后来为大家服务 我们相信中山区整个接用室或者是各区 未来都一定会变得更好 是要就是要越来越好 我们来看新一区 也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影响 我们基本上是林米勋或者是张炳君或者是陈怡这边 已经是卫生局或者是各个卫生所的左右手了 如果你们民众需要什么我们协助的地方 比如说居家隔离单或者是物资的发放 你尽管跟我们三位议员来说 来去脸书来去留言都可以的 是今天就是需要协助的民众不用担心 我们就可以找我们的地方名单 一块来帮忙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座 带大家看到地方的新生 也看到地方的建设 相信基本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 你们太厉害了 谢谢 你们太厉害了